大概是94年的时候 我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台32位游戏机 3DO 那个时候世家的SS和索尼的PS都快要发售了 我也从杂志上了解到那两台主机的信息 据说都比3DO的性能要强大 但是我等不及了呀 因为我家附近的一个游戏机房的老板 弄了一台3DO 每天要么自己在那玩暴力摩托和街霸真人版 要不然就是循环播放这两个游戏的动画吸引顾客 3DO本来就是以播片能力建长 特别是暴力摩托 它里边穿插了大量真人演出的动画 这在当年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光景 要知道那个年代在国内 红白机都还是主流家用机呢 我们平时看到MD的画面就已经觉得很惊艳了 而即使是在街机上 这样的演出也是不多见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双截龙格斗版 有个真人开场动画 但是那段动画只有几秒钟而已 而且画面粗糙 跟暴力摩托呈现出来的景象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很多小孩跑去围观 包括我在内 这些流畅的真人动画在当时 真的是把我深深的震撼到了 更不要说是全3D的游戏画面 以及边开摩托边打架的新奇体验 作为小屁孩的我哪里经得住诱惑 因此在积攒了足够的零花钱之后 毫不犹豫的去买了一台3D哦 这也是我买的第一台真正比较高级的主机 它不再使用卡带作为媒体 而是用光驱独叠 同时由于是日本的舶来品 必须使用火牛 才能够把电压转换成国内的220V 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直接通了电 然后就听到喷的一声 一阵交呼未传过来 耶机器爆炸了 呵呵一次也没有完 就拿去修了半年 好不容易把机器修好了回来 也买了大火牛 把电压转成了220V 却发现图像是黑白的 原来那个时候 日本的电视采用的知识都是NTSC 而国内使用的是PAL 必须用一个叫知识转换器的东西 才能够转换过来 不然看到的就是黑白图像 可问题是我又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了 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 遇到什么不懂的东西上网随便查一下就解决了 我只能一边摸索 一边用黑白的图像勉强玩着 直到大半年之后 才总算让这台高级玩意显示出了正常的图像 但疼啊 当时心想高级货就是不一样 也从内心深处 对这台主机产生了强烈的敬畏 每次都是小心翼翼的开机使用它 我买了一堆的游戏 暴力摩托当然首当其冲 对于这款之前天天在街机房里面看的游戏 它的一切我都再熟悉不过了 游戏的地点设定在美国 有城市的街景 也有著名的内华达山脉 实际上暴力摩托的画面并不是全3D的 包括汽车 行人 路边的花花草草 以及我们自己的摩托在内都是2D的 两边的建筑物实际上也就是一张张薄薄的贴图 顺着道路两侧一字排开而已 它们的颜色变化很少 经常是大段大段的旅程当中 看到的都是同样色调的房子 不过一路上的障碍物倒是真不少 有横穿马路的行人 迎面过来的汽车 丢在地上的各种脏东西 还有会让车子打滑的黄油 一开始的时候我摔了好多跟头 主要是迎面过来的汽车太难躲了 一不留神就会被撞的飞出去 不过很快我就明白了 原来这些汽车跟现实当中的一样 只有接到左边的一半才会迎面开过来 而右边的则是向前开 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游戏的难度就骤降 只要保持在屏幕的左边 基本上就是安全的 虽然路上也有很多的车子 但是因为跟我们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 因此很容易就能够躲避过去 在熟悉了操作 明白了游戏特点之后 很快就能够玩到行云流水了 实际上暴力摩托是一款既简单 又非常不严谨的赛车游戏 它的最大的乐趣 很多时候并不是来自竞速 而是赛车手之间的大乱斗 我们可以使用拳脚 鞭子 铁棍等各种武器 对从旁边经过的对手进行攻击 对手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也一样会还击的 在众多的攻击方法当中 我最喜欢的还是踹人 一脚能够踹好远 高速行驶的时候 经常能让对手翻车 这个游戏在设计上 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每一局只有在刚开始的时候 才是最好玩的 大家都挤在一起 这个时候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可能 拼命的去踹周围的人 每踹翻一个 就意味着这一局 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划风特别爆笑 也很难挑动玩家的兴奋神经 然而在经历了高潮叠起的开局之后 一切都迅速的变得冷清 这个游戏总共只有五张地图 难度又很低 当熟悉了操作 每一局比赛的后半段 就完全看不到对手了 整个画面上就只有我一个人 孤独的开着摩托车 冲向终点 一路上我都很想踹人 可是一个人都没有 就觉得很没意思 当拿到奖杯之后 赛车女郎亲吻屏幕 留下来的唇音让我印象深刻 不过玩的时间长了 逐渐还是觉得比赛很无聊 毕竟赛道太少 过程又单调 可是那个年代游戏资源匮乏 特别是在3DO这台主机上面 总共就没有多少款游戏 所以我必须想办法 从暴力摩托当中 再找出一点乐子 延续他的生命 我开始故意的放慢速度 跟大部队保持在差不多的位置 这样可以一直有驾打 有的时候会遇到警察 只要保持高速移动的状态 警察是无法实施抓捕的 同时他们也是会被迎面来的汽车撞翻的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踹他一脚 就能够让他翻车 这些翻车的警察会一直趴在地上 而不是像赛车手那样爬起来再去找车子 如果跑过去的话还能推动他 当然我最喜欢干的事情 还是故意让自己被骑车撞飞 这个事情如今想来真的是特别无聊 但在当时实在是没有东西可玩了呀 摩托已经开腻了 在被撞飞了之后 就可以用脚沿着地图慢慢的走 去探索一些原本摩托开不到的地方 当然实际上大部分的区域都是封闭的 我们除了走路 也无法做出任何一种其他的动作 路上看到一些大门敞开的房子 也不可能进到里面去 但是总归还是有一些可供探索的地方 比如每一个十字路口 都可以朝着左右两边走好远 一直走到贴图的尽头处 还能看到从虚空中开过来的汽车 后来实在没有东西可玩了 就沿路找汽车撞 这些汽车看上去只是一个个的大色块而已 在即将接近的时候 车子的速度会变得很慢 但是只要走过去还是会被撞翻 我最喜欢看到自己被车子撞得一跳一跳的样子 我当时经常在想 这些路人为什么都是纸糊的呢 为什么我除了走路 什么也不能做呢 为什么这些车子都如此的假 如果看到喜欢的车子就能够上去开一把 那该有多爽啊 而这些愿望在十年之后真的实现了 当我第一次玩到GTA3的时候 脑子里浮现出很多当年的过客 暴力摩托 沙漠等等 他们都具备一定的沙盒游戏的特征 但是最终都沦为先行者 暴力摩托在随后的岁月里边 陆续推出了两三作 之后就渺无声息了 一直到2017年 这些人又通过众筹 才再一次开发出一款续作 公路救赎 这个游戏的风格跟当年的暴力摩托完全一样 在简单的用几行文字介绍了剧情之后 直接就进入游戏 一大群人骑着机车乱斗 第一眼看上去就满是情怀 武器比当年的暴力摩托要丰富太多了 除了刀剑棍子链条 甚至还有枪和炸弹可以使用 相比当年的那款老作品 公路救赎做了大量的优化 比如当你不小心飞出地图 或者是被对手撞倒之后 不用再花费大量的时间爬起来 再慢慢的去找不知道飞到哪里去的摩托车 而是会在倒地的一瞬间 重新回到摩托上面开始比赛 这一座在接近对手之后 双方的摩托会进入均速移动的状态 不像当年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想要踢个人简直是千难万难 而且即使跑到第一的位置 也不会出现一路上看不到人的情况 还是会有一些送温暖的NPC不断的靠过来 有的可以加血 有的可以加防御 加经验等等 只要把他们从摩托上击落就行了 这个游戏在做攻击动作的时候 将会对车体的平衡产生影响 特别是踹人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车体基本上是无法转向的 不能像暴力摩托那样想踹就踹 而是要先考虑好前面路况的问题 而且这一次也不能无限复活了 人物有一根血条 一旦降为零 将彻底失去比赛资格 所以遇到人多的时候 到底是战是逃 就要好好斟酌一下了 好在这个游戏里有了个氮气 可以快速逃离作战区域 关卡的设定比起暴力摩托 也要丰富太多太多 当年的几条赛道 怎么开的感觉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一座 从城市到沙漠到雪地 什么样的场景都有 特别是有一个屋顶飞跃的关卡 设计的相当精彩 大家骑着摩托车 飞跃一座又一座的大楼 一个不留神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还要时刻提防 从旁边经过的其他赛车手 在快到大楼边缘的时候 被人家踹一脚 直接就嗝屁了 经常还能看到 两个人飞在天上的时候 居然还在打架 特别搞笑 这种紧张刺激又独特的感受 在其他的赛车游戏里 还真是很难见到的 当然了 其实公路救手只是个小游戏 就像steam上的一篇评论里说的那样 如果以竞速游戏的标准来评判 那么这款公路救手 作为2017年的游戏 各方面肯定是不及格的 它的画面简陋到极致 几乎没有剧情演出 还存在无数的bug 赛道以外的很多地方 甚至都没有制作完全 能够看到贴图破损的房屋和山脊 但是对于一片当年玩过暴力摩托的人来说 还是挺乐意为情怀买单的 至少冲着他可以在同一个显示器上 多人游玩这一点 我觉得就足够为他买单了 要知道当年我们的终极梦想 就是跟朋友双打暴力摩托呀 3DO这台主机的生命周期很短暂 93年年底才上市 到了95年就已经几乎穷途末路了 然而就在他即将要退出市场的时候 居然诞生了一款独占大作《地之石桌》 这也是被誉为天才制作人 范野贤志的巅峰之作 关于《地之石桌》 以及范野贤志的故事 今后我会分享给大家 老曾希望大家能够点个关注 视频会不断的更新 另外空间里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啊